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要来会一会偶像 说起来这几年 《面火器》成了台日青山大使 几乎每次在日本都会表演 《够小胸前驾》这首歌 是日本粉丝名列心目中最爱的歌曲 甚至还有人因此学起台语跟中文 从三个高中同学开始的《面火器乐团》 成军二十多年了 最低潮是2015年 才刚刚风光拿下金曲奖 却跟贤东家爆发合约纠纷 一度面临解散的危机 那个时候三个团人 飞到日本石环岛沉淀 回台之后干脆自己出来开公司 正好日本政府邀请《面火器》 到东北为311的灾区打气 这也成为公司的第一桶金 不足专辑发行缺口 而充满正能量的创作 不止鼓舞灾民 也是他们再出发的信心喊话 透过音乐传达台运友好情谊 《面火器》因此获得了外物大成奖 成为台湾第一人 接下来跟着我们镜头飞到东京 来感受满满的台式摇滚热情 听到熟悉的旋律 歌迷忍不住跟着摇摆 历经三年思念 他们终于回来了 敬老节三天连假 日本遭逢台风侵袭 但没有交袭这些歌迷的热情 急爆上野公园的广场 撑着伞也要来会一会老朋友 歌词 因為她的歌詞是日本語的歌詞 她還有認識的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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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踩踩的時候 我聽她的歌詞用日語 她的歌詞就打動了自己的歌詞 也沒有理由 也沒有理由喔 理由是無理由 理由是無理由 她的日語就可以打動了自己的歌詞 以下右髓旋律亂嗨一把 明明聽不懂中文跟台語歌 卻好像都能唱進日本朋友的心坎裡 你最喜歡的歌詞是誰的歌詞 我還是因為滅火器 開始二台語 超厲害的 謝謝 這位鐵粉從日本追到台灣 2018年在台中看過表演後 滅火器在台灣生命中 從此不再缺席 我必須要去台灣 也有一個月一、二次去台灣 一是他們的歌詞 力強的訊息 例如自己悶悲時 我喜歡的歌詞 我喜歡台灣 如果你唱到哪裡 追到哪裡 你那感覺還好 因為高鐵就靜靜的 可是不管我們在東北演出 還是在沖繩演出 這批樂迷都會到 所以就會覺得說 你到底是住東京還是住哪裡 就是台灣大活動的時候 他們就會飛來台灣看 真的假的 然後順便來台灣玩這樣 你那兒的歌詞 你自己來下 繼續向前行 许多日本歌迷都从这首歌开始认识《灭火气》 这张专辑起因于2015年才刚拿下金曲奖的他们 与钱东家爆发合约纠纷 主唱杨大政还历经感情低潮 乐团一度面临解散危机 我们经历了一个很深的低潮 所以就决定在2015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自己是我们三个人 那时候客观还没加入 我们就跑到日本的一个小岛叫石原岛 在冲绳那边 在石原岛有稍微做一下沉淀 然后再写写歌 回台后灭火气干脆自己开公司当老板 但至今捉襟见肘 日本观光厅邀请他们到东北 宣传三一灾后复兴 这笔资金像是及时雨 补足了专辑发行的缺口 乐团能够运作下去 还成为打开日本市场的契机 我发现有一个共通点就是 东北的灾区是在一个重生的过程 那我们这个乐团在发行这一张唱片 同样也是一个重生的过程 台湾也有一个重生的过程 台湾也有很大的时候 什么呢 我们互相通过的地方 也感到高兴 希望明天也不可能会跟着疫情 但也感到不忘记了 所以我感到高兴 我们也感到高兴 滅火器透过音乐为日本灾区加油 也传达台日友情 获得外务大成奖 成为台湾第一人 有朋友的地方 就会变成你喜欢的地方 那个感觉就不会像是到了国外一样 会好像是我去台南找朋友 日本对我们来说就是这样 从三位喜爱摇滚乐的高中同学开始 滅火器的音乐路也曾经穷到 连肚子都填不饱 这是我们大概高中毕业的时候 自己手工做的一张CD 我们自己去列印封面 自己去烧录CD 然后自己买盒子来装 会带在我们表演现场卖 观众看了你表演喜欢你的音乐 那他就会50块买一张这个 然后回去就可以听你的歌 走过22年的音乐路 如今拥有一票海内外的粉丝 现在也当了老板 滅火器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其实当经营者蛮累的 可是我会发现在台湾的市场 其实我们面临到的问题 还是跟政治有关啦 当其他人看待我们 可能会觉得有政治包袱的时候 其实我们能获取的资源很少 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学习这些事情 才能让我们的音乐作品 有发表的途径 其实照理讲我们应该是饿死的 但是我们活着 然后把身边的一些朋友 也都照顾得不错 那我觉得这个价值就在这边 我们快要开吩咐 我们快要开吩咐 台湾这块土地滋养了灭火器 他们要继续唱出自己的故事 有了音乐相伴 台日情谊将会走得更深更远 继续台义在日本打出一片天 如果逛一圈东京中木黑商圈 就会发现两三条街开了三四十家沙龙 比台湾便利商店的密度还要高 这里头有一家是台湾人开的沙龙店 老板是七年级的王志阳 小时候看日剧 他觉得木村拓哉所饰演的角色很帅 从高中就立定志向 要跟偶像一样当发行师 但是在日本 光是要帮客人洗头这么基本的工作 就得新经过五年的训练 更何况要拿到国家级执照 要克服语言隔阂 关关都是考验 王志阳认为 既然要开店 那当然就得选择一级战区 因为跟跑步一样 旁边有人的时候 你才会跑得快 竞争大才好玩 究竟一个人在海外打拼 有哪些酸甜苦辣呢 一块来看他的故事 用日语跟熟客亲切地聊天问候 另一头 有整理过吗 有整理过吗 没有 那我教你怎么用 你先把髮根吹干 教客人整理头发 又切换成中文 外形超日系的良品 中文名字叫做王志阳 台湾人在日本开店 没什么稀奇 但经营沙龙还当上老板 全东京恐怕只有他一位 我日本客人要求就是 你剪完之后回去 他会自己上卷嘛 要好上卷 台湾客人的话 比较多是 你剪完回去 他吹完就有那个样子 宁可早上多花十分 多睡十分钟 也不要多花十分钟 就把上 类似这种感觉 对对对 在东京的台湾人 大多是做餐饮 或是在企业上班 外国人在这里 当上发型设计师 得先经过重重考验 台湾的话 就直接去店家学嘛 然后日本的话 就是你一定要先去 专门学校 然后考到他们的执照 就是国家的资格 才可以碰客人的头发 对类似 想直接一点就是这样 外国人来说 你要开店的话 你就要先读两年学校 然后你再去 同一个地方工作三年五年 你才可以再去考一张 开店的执照 良平先后花了台币一百多万 念美容专门学校与考执照 准备了八年 才终于圆了开沙龙的梦 许多在东京的台湾人 知道有这么一位 讲中文的设计师 省去沟通的麻烦 又有故乡的亲切感 不惜绕过大半个城市 来找他整理头发 读书的时候 然后来这边看樱花 然后觉得这边气氛很棒 然后就跟朋友说 之后我一定要在这里开一间 自己的店 然后之后慢慢慢慢过了十年 朋友才跟我说 你不是说要开中木黑 然后想起来 原来我讲过这句话 我记得 比起新宿池代 外国观光客密集的地区 良平悬在以日本在地客人 为主的中木黑商圈 又是另一场硬仗 这一间也是沙龙嘛 然后走过去前面又有三四间 大概在这一区的话 加起来应该有三四十间有吧 这么多 对就比台湾的便利商店还要多 我们是觉得很好玩的 好玩的点是什么 就是因为竞争大啊 没有我觉得就跟跑步一样嘛 你旁边没有人在跑的话 你跑不快啊 对不对 这样的道理 良平从十五六岁就确立自己 要开一间沙龙的目标 而且是在日本不是在台湾 就看到那个 刚好是演那个美法师的木村座哉 对啊 所以就看到那个啊 然后就觉得这个职业好像蛮帅的 我就买一堆发型书 每天人家看杂志我就是看发型书 然后看不懂 都买日本的啊 看不懂也是 硬盼吗 看图片 就是看那个感觉 细节上就算你不知道 不会 不是做这行的也看得出来 就是那个感觉 对 不一样 然后我就想说那 我要去日本学 只是那时候良平跟家人说出自己的想法 一开始并没有获得认同 就觉得 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对啊 然后就说笨蛋才去学剪头发 干嘛又累 然后钱又赚了少 我们家就是比较看学历嘛 那就觉得一定要有一个大学文凭会比较好一点 可是我自己知道自己 自我要做什么的嘛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工作跟大学文凭 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 对不对 然后所以那时候就一样就是读日文系嘛 对 就缩短在这边的 不要再来日本之后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语言上 现在讲起美法 眼中还燃烧着热情的他 原来也曾经经历过低潮 中间曾回到台湾职业两年 再次挑战日本时事情比想象中困难很多 就是你要重新去面试啊 找新的店家之类的啊 然后没有客人嘛 就是有一段时间菜 你去跑去做普通餐 卖房子啊 卖房子啊 真的哦 对啊 我还去考量执照 没有没有 后来考到执照之后 也是觉得自己在干什么 对不对 然后就是想象自己 没办法想象自己每天穿西装 像餐饭组这样 对 带看房子 对 然后就因为 我觉得是这个契机啦 把自己打醒 打了自己一巴掌 把自己打醒 我这里就在这里 就直接打开 三年前 梁萍终于当了老板 店里的设计师 还是他念专门学校时 日本同学过来情意相挺 从一间小小的店 到如今每个月来客数超过500人 营业额据中木黑全去之冠 现在有这番成绩 梁萍最想跟他分享 我爸不在啦 这算是我那个蛮遗憾的事情 怎么说我 对啊 因为他那时候就是一直说看不起 就是不要我做这个啊 对啊 可是你现在已经就 没有 现在稍微有点成绩了 他看不到我就觉得 你是不是想给他 因为我就很不爽啊 他就是医生律师都很厉害嘛 我们 我觉得我们也不差 我们就是头发的医生嘛 还有那种客人心情很差 失恋 过来弄完头发 看到自己变好看了之后 就火了 对啊 那个笑就是装不出来的那种笑 梦想 如果只用嘴巴说说 那就只是妄想 不管结果如何付诸行动 才华会带你到意想不到的地方 另外一群台湾新世代 则是待在菲律宾闯荡 菲律宾人口超过1亿人 而来自台湾的创业世代 选择在马尼拉烙地生根 这位40岁的Lawrence开咖啡厅 不卖当地奶味重的咖啡 而是另外开拓农咖啡市场 只花一年营收三倍跳 月卖百万元 在疫情期间 菲律宾的咖啡店关了两三百家 它依旧屹立不摇 带你来看看这群闯世代 如何学会在文化差异当中 找到新蓝海 高楼一洞洞土流高 人口超过1亿人的菲律宾 一群台湾人正瞄准 马尼拉市中心 这里是菲律宾马尼拉 自重的市中心马卡迪 而这一家咖啡店呢 是全菲律宾第一家 做外送服务的 老板就是台湾人 我们进去瞧瞧 客人围坐吧台 喝咖啡 吃三明治 八台内穿着波罗衫忙着做咖啡的 就是老板Lawrence 你已经知道咖啡吗 我教你吧 别做咖啡 别用英文教员工 38岁的Lawrence 第一次创业 飞到菲律宾卖浓咖啡 咖啡市场 他们还是停留在第二波的 一世纪为主 还没有到台湾现在比较流行的 首冲单品的第三波的趋势 那第二波目前都是以连锁店为主 我们想要做比较品质更要求 然后更有台湾 比较有浓郁咖啡口味的第二波市场来做 为了和菲律宾奶味重的咖啡做区隔 Lawrence调出浓咖啡比例 减少牛奶增加咖啡量 短短一年 非国人一喝陈主顾 营收三倍跳 月卖百万元 我们店里消费九成都是菲律宾人 那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 外送九成都是华人 卖咖啡还外送 解决市区塞车问题 他用电动车 顶着艳阳车阵中穿梭 一天最多外送食堂 成了当地第一个 有外送服务的咖啡店 说是瞄准外送客群 更是他过去习惯 啪啪造的个性使然 其实最小是因为在台湾 我原本做了电子业 那景气有受到 台湾电子业景气 因为工厂万一到中国 所以冲击算蛮大的 那利润也是越来越低 然后竞争也很激烈 开店前原本在台湾电子业 当到业务经理的Lawrence 成天就是在外跑生意 一做十年 工时长景气受影响 一个念头想创业 首选不是台湾 而是菲律宾 因为在这边失败几率比较低 因为它进入门槛也比较低 对 就成本比较低 在台湾你如果没有准备好 你开一间店 你很快就会被淘汰 开餐饮就是要找人多的地方开的 那马卡提是商业区最繁荣的一块 所以华人商业大楼 Hall Center都在这一区比较多 所以会在这一区选在这一区 也比较容易进入这个市场 他带着业务本领 闯进市中心 精打细算想着 不能只卖咖啡 他带了台湾茶叶也做茶饮 看他论金秤两不马虎 只因一次员工做错饮料坏了品质 迫使他想办法解决 以茶的话 当然我们就是先给他 我们的要求的SOP 照标准步骤去做 然后员工就是带着一步一步教 到他们自己独立完成 可以照的步骤的时候 才会让他们来煮茶 在菲律宾不比台湾 步骤得定的更细 他卖台式三明治 从美乃滋开始 教员工每一层摆放都是关键 这样才能做出专属台湾味道 以台湾的早餐店的三明治口味为主 因为像这边是没有这种口味 另外也给台湾人一个家乡味 慢慢摸索两年 台湾浓咖啡 青石 奶茶 在菲律宾迅速窜起 还引来日本南非人想加盟 没想到Lowrence 却碰上当地棘手的税务政策 让他很头痛 没想到遇上眼前这一位 长发干练的女孩 会计系统怎么了 会计系统就是有些费用 跟则就要再更新 面对面交谈帮他解决税务问题的 他叫Nadia 静也是台湾人 专帮外地人到非国创业 解决复杂问题 不同的是他不创业不当老板 来菲律宾一年多 28岁是顾问公司中阶主管 这边跟台湾比较不同的事 像这边你是可以自己可能 发挥性很大 因为老板给我们很大的舞台 那在台湾的话你会觉得 自己好像就是一个小螺丝顶这样子 其实菲律宾这边办事效率真的很差 就是像他们逻辑跟一些弹性 就真的没有台湾人这么好 这也是因为就是我们鼓励 大家过来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的办事能力 跟你的一切逻辑 可能在台湾就会没有办法发挥 但是你到这边来的话 你就是真的是可以 由你完整的舞台去发挥 台湾国立硕士毕业 不甘愿只在台湾当上班族 一个机缘他到菲律宾做行销 原本三人公司 帮老板壮大成50人 具规模企业 靠的就是他 大摆敢拼敢说的个性 在这边人家说的就是 即使你经商失败 即使你工作不顺利 即使什么你感情也不顺利 可是有一个你觉得可得 得到的东西就是你英文一定会变好 因为你日常生活去买东西 起码你会点东西了吧 因为你在台湾你根本就不会用到 英文变好薪水倍增 来菲国工作的年轻人 这十年人数增加 像是在他一旁皮肤有黑的Wave 我台湾人长得像台湾人 自嘲不像台湾人 其实他是台北汇血 医生世家却弃医从商 不到30岁在菲律宾 已经是顾问公司高阶主管 还有这位戴着眼镜当业务的扣子 在这买下人生第一栋房 他们都很年轻 都来自台湾 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创业的梦想 重点是你有没有勇气去实践 茫茫人海中从没想过的人生路 离开台湾之后第一次创业 当主管买房子 这群人不约而同都在菲律宾实践梦想 人生事业下一步棋子 就看你敢不敢 国际间还有这一位属于传奇教父等级的处师 黄清彪主理新加坡一家餐厅 生意最好的时候 每个月营业额高达4600万台币 称霸新加坡所有的这种餐厅 但不说您不知道 这一位国际级名厨来自台湾 出生宜兰三星的他 小时候因为家里穷没办法念书 我小毕业之后都被家人送去做一无疼 起初在碧海山庄洗碗打杂 也在这里接触了湖南菜系当中的谭府宴 后来是如何被挖草到新加坡 又在德国法兰克福世界厨师烹饪大赛 荣获金牌成为亚洲第一人 一块了解 从厨50年手不离国产 他是黄清彪 在美食云集的新加坡 大家尊称他厨借教父 我现在虽然做到金沙这么一个很总管的位置 但是我每天还是不放弃炒菜这个机会 我还是要炒 这个有个好处是说自己的手艺不会退化 另外一点就是说你的手下你的住所 可以看到你炒菜 可以跟你学东西 等一下叫他再用一个金沙虾 他的厨房里上上下下32个员工 全部来自世界各地 担任新加坡金沙大酒店的行政总主厨 他所主理的金山楼 是全新加坡中餐厅里业绩最高的 现在一个月以新加坡币来讲是100万左右 台币应该是2300多万 正旺的时候有4000多万 有些东西就可以再小一点 从食材刀法到调味无一不讲究 来到他位于新加坡的家中 一进门整个玻璃柜放满大大小小的奖牌超过200面 1984年那个时候因为我已经在新加坡了 当初可能我自己本身有一点知名度 那么新加坡的这个专业厨师协会跟旅游局就派我一个中餐的 跟着七个西餐的就到德国法兰克福 1984年他代表新加坡参加德国法兰克福世界厨师烹饪大赛夺金 成为亚洲第一位荣获此殊荣的厨师 后来我就拿了这个金牌 那回来当时回来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荣耀 其实我自己有一点感到后悔的是什么 我没代表台湾 32岁明镇新加坡黄清彪其实来自台湾 民国42年他出生宜兰三星偏远乡下的茅草屋里 我小时候就是家里七个兄弟姐妹就住了这么一间屋子而已 就这样13岁的他离开家乡来到台北 一开始就在充满军方色彩的碧海山庄 从洗碗打砸开始做起 这碧海山庄其实这个早期 早期这个地方是官方宴请课的时候都在这里 包括在我的印象中 我学厨的印象中 这个地方来的最多还是蒋经国先生 当然还有一些那个山军总司令 海陆空的总司令都会在这里 碧海山庄是早期官方宴请兵课的地方 先总统蒋经国与严家干都曾是坐上兵 他在这一待96年 跟着许多名厨习义 奠定了湖南菜的身后笛子 蒋经国 早期常常见到 那你那时候见到他会怕吗 我们那时候小有一点怕 八宝田饭他蛮喜欢的 至于有一些菜 其实他吃的食物 他并不是说很奢法的 都是很精简 很普通的家常菜 当年台湾几间老字号的湖南菜餐馆 黄清彪几乎全都待过 28岁时他被个星白嘉丽 延览至新加坡掌厨 而后又被五星级大饭店挖角 但人在一箱打拼 难免吃足苦头 我们这个中餐行业 有些时候人都是有一种很小气 他为了排斥你 就是想把你排到 最好是能够老板炒你游鱼 这样的 就是在酱油里面 在跟你放言 这个客人一试就 哇这个菜怎么这么咸 那么这个经理就拿进来了 我台湾的助手就很不高兴 他就大骂 但是我还是对我台湾的助手讲说 这个一定是人家不小心的 你不要怪别人 隔了一个礼拜又来一次了 因为他第一次耍到我们 他们就感觉要很满足嘛 第二次又来还是一样的 那一盘菜是很咸 很咸我们再从酱油那边一咬 又是很多盐 面对其他厨师的排斥 他沉着应对 非但没生气 还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后来隔了一个多礼拜 没有人放了 后来我自己放盐 我自己来放 我就用那个草苗舀 舀那个酱油舀上来 我就跟老板讲 我说 老板 今天这个酱油里面放盐 今天是第三次了 后来他里面因为有一个学徒 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学徒 那就怕事了 他就讲说 你今天没有人放 上两次是有一个姓鲁了 他说鲁上一次你跟人家放了 为什么你不承认呢 我就在案板上拍一个桌子 我说就抓你上两次了 用智慧解决危机 他的能力再度受到老板赏识 1984年 德国法兰克福世界烹饪大赛中 他一举夺金 这面金牌 让他在新加坡家喻户晓 也是他不断前进的远动力 其实我拿到这个第一面金牌的时候 我自己并不感觉到说 这个是我一生中的收获 我那个时候就会感觉到 这个是我的压力已经开始了 所以我一直想 因为我如果拿到这个金牌 宣传又这么大 我的菜做出来不好 那是不行的 所以我就是更努力的在赚点 所以我对年轻人讲 你拿到奖牌以后 你要背在背后 压着你做 我不是背在你的胸前 给你金光闪闪的 黄清彪说 金奖赢奖不如客人夸奖 即使获奖无数 已经是世界厨艺赛的国际评判 他还是不断精进厨艺 只要一有空 就会翻越古籍 研究宫廷菜肴 再把50年来收集的菜单 改良精进到 滋味与层次都更上层楼 现在我们要做这一道菜 叫南竹树枝赛熊掌 这最主要就是 做出来这个猪脚 它比熊掌还要好吃 这个菜其实是当初民国初年 我们台湾的宋美龄最喜欢吃的 它是有根据的 因为这个猪脚它本身的胶原蛋白很丰富 它不断吃了可以养颜跟美容 首先把南竹树叶加水搅碎 再放入猪脚泡烟24个小时 接着再把猪脚取出 蒸40分钟上色 最后再用小火漫威两个钟头 才大功告成 另外在弹腐宴中熬汤 更是一大学问 俗话说唱戏的枪 厨师的汤 这一道黄焖汤 则是做了最好的诠释 黄清彪说 每道菜背后都有故事 离开台湾36年 他回到家乡 端出失传已久的谈腐名艳 要让好滋味继续在台湾流传 台湾人才跟国际之间的交流 有了许多转型型合作 像是这一位许佑人 就擅长运用物联网与人工智慧 解决传统农业问题 他帮训物厂赶用晶片 管理马达 节省电费 也运用光和菌 研发费水进化 还因此被请到友邦贝里斯去发挥 顶着清大博士的光环 学友人还没毕业就创业 但一开始向农民推广的时候 常常被问你是不是诈骗集团 家人也不太理解 都念到博士了 怎么还穿梭在养州厂 把自己搞得一生拟命呢 尤其创业出奇 资金出现缺口 身上的铜板全部逃出来 跟女朋友也只够不是一碗面 这样熬过六年 才开始慢慢步上轨道 带你来看看台湾智慧农业科技 怎么要上伙计舞台 怎么说要脱牙啊 怎么说 大概 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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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胜哲是这个畜牧场的负责人 五千多头猪都靠他一手照顾 想用更聪明的办法 就得找小帮手一起来完成 这具马达的控制呢 其实是从云端来的 也就是说我透过 这块微软的 这个智慧型的AI晶片 然后呢 用这个东西去控制马达 这两颗马达的功用 是处理畜牧场里的 有机污染物 因为夏天 猪脂可能没办法 把饲料全部吃完 排出来的就不全然是史妙水 会让水体状况恶化 这就得加强马达打气的功率 跟冬天的策略 完全不一样 以前我只能说 我装上去24小时 然后装一个计时器 每45分钟就从A开到B 没了 它可以在 你不需要开那么大的时候变小 然后呢 在你需要大的时候 然后它维持在一个高负载输出 这是人工智慧 结合物联网的概念 对张胜哲来说 他不用再多费心力 去管理马达开大开小 有工程师帮他盯场 以经营者来说 第一个想的一定是省钱 就是我可以 它会随着它的需养量 所以它的马达会 用变频的方式 所以自然我的钱就比较省 我的电费就省下来 这时候我要改变它的 铺器策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透过农民的需求 直接就在云端上面就可以改了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工程师的移动成本 会大幅的下降 然后呢 在同一天的工作时间里面 我们可以服务很多个厂 需要人的工作 就像这样 用智慧科技的方式 来帮助农民解决问题 或是让管理更有效率 它的工具不只有AIoT 还有微生物知识 光合菌的功用在两个 一个是它会把水中 让人觉得臭的成分 就会通过光合菌的一个作用底下 味道就可以消灭掉 另一部分是 我们可以让这个水体 就变成是农耕有用的一个养溢 那这时候它就可以运用在农耕上面 对煮厂来说 我们是做一个友善循环 不是说我们是做一个 废弃物的产生者 对附近的农民来说 其实它可以用更经济的方式 去拿到他们要的 比如说菌类或水 不然他们觉得说 这就是你们迪塞剧 他们觉得这就是你不要的 才给我们 许佑仁像是在进行一场 大型的社会实验 他曾经在2019年 受台湾黑熊保育协会的邀请 在花莲域里种出1.5公顷的黑熊田 也找来研究团队 将无人机技术引进田间管理 吸引2.5万名访客到来 方法听起来是很新潮 但是到第一线向农民推广 许博士吃了不少的闭门羹 农民只要听到你是博士 他的预设就是你是诈骗集团 这很麻烦 中间来一个博士 这个又来一个博士 这个又来一个博士 都是一筋的 你哪一个博士 比较博士博士 顶着青大博士的光环 许佑仁毕业后就选着创业 一下子踏进稻田 一下子又穿梭在养猪场里 弄得一身泥泥是常有的事 跟原本被期许的道路不太一样 同学都在台积电嘛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说我要解决这个 畜牧堆匪的问题 这个家人曾经提过说 你如果想要去做肥 他有需要打个博士 外人看他常接受采访 以为有为青年 每天都过得热血沸腾 但六年多来创业辛酸 只有他自己最知道 我在创业之初 在找到第一桶金可以做的时候 那时候呢 一度就是吃饭的时候呢 去面馆车来发现 自己身上钱不够 然后掏出来之后 都掏出来之后刚好吃一餐 像比如说像这样几年 你这样创业下来 你难免会去躺医院的时候 哇那就是天啊 我这时候为什么要去躺医院 躺了一两个礼拜 这种事情进出医院 事情也有 徐佑人花了三年一万个小时 才将农业领域所差的十万八千里 慢慢建立起脉络 更知道怎么解决问题 同时具备生物科技与积电背景 比起应用在人体 徐佑人看到了更大可能 如果我当初的选择是做人类疾病的话 那可能服务的人群 比如说以台湾两千四百万人 可是如果变成是农业跟畜牧 它的sensor数量会很多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 我们台湾总牲口树合起来 基础株那样加一加 有两亿只是台湾人口的 大概十倍大 然后在贝里斯市这一边的话呢 它走进来之后 它其实是一个运活的一个环境 这样的经验还可以帮助其他国家农业发展 今年八月 它才刚从贝里斯回国 这一趟有满满收获 因为这个国际肥料的价格高涨 所以他们开始培养自己的维生物肥料 然后我们到当地的时候开始看说 这不就是我们做的事情吗 我们就去贝里斯去采了他们的土壤样品 然后带回来台湾的实验室 去筛选跟存化光合菌出来 我们这个技术呢 其实对贝里斯来讲相对陌生的 我们又可以用这个AIoT的方式 在远端就可以协助他们去做培养 这跟过去以国家为主的农业技术输出意义不太一样 台湾的民间社会企业也能做到国际援助 贝里斯大学的老师就带着我们去他们熟识的农民 那边去采取我们需要的样品 那他就可以在我采取样品的过程当中 知道说原来在这样的环境 用这样的采集方式是有光合菌的表现 那这时候我就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分享我是怎么要采样的 许多人讲到自己的事业 眼神总有 满满热情 想将书本上的知识转化成实际应用 创业路虽然充满未知与挑战 但果实也比别人更甘甜 台湾有两座公园的改造 因为充满特色在国际舞台 拿下谬斯设计经营两座大奖 这地点都在外来人口近切入第一名的新竹县 由于声音园区和AI智慧园区的崛起 带动科技人和小家庭迁入 新竹小孩子多 为了要改变每三千个小朋友 才能分到一座秋千 沙坑不够玩的倾向 景观设计背景的总设计师 李吴博成统筹规划 三年要改造二十二座公园 继续带你来看看这些特色公园 如何与在地做最友善的连结 一只脚一只脚上来 一只脚上来好温温温 那我一只脚要先滴下去 带一点童趣缤纷色彩 全球为二的蝴蝶喷爬网 一座在欧洲 一座就在台湾 我们今天刚好路过竹北这边 就看到这个公园蛮有特色的 想说就下来带小朋友 就出来玩一下这样 而且可以两个人一起 就是有互动的感觉 小朋友走进公园 像是探险般浑身试镜 这座堪称生态森林的公园 不仅在IG上走红 2022年10月一曲《月上国际》 夺下美国谬斯景观设计类金奖 还有这一座把教室黑板放进公园 不一会儿耳边传来小朋友的打击乐声 此起彼落的欢笑声 这一个孩子们的游戏乐园 是新竹县琼林的第一座特色公园 另一头还有一个重头戏 仿佛云雾缭绕 远看又像是国家公园地热谷 这是全台第一座会喷水的水务公园 同样夺下美国谬斯景观设计类银角 是水务公园的地方会喷水 然后旁边又都可以玩 可以攀爬 然后很多设施它们可以 发挥到它们大肌肉活动 以前的一般公园就是只有溜滑梯啊 还有一些攀爬的设施 那这里就是集结了三个特色 摆脱罐头有据 公园增添了丘陵浅山地形等特色元素 里头还藏了不少在地文化 我们去爬这个穹林的在地的文宁古道的时候 那这个山式的地形的概念 我们也希望把它浓缩到这个公园来 包括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有 有这种小土丘的地形 现场小朋友可能会直接这样走上去 那他可能就会以小孩的角度 他就有一个类似跳望的功能 就是他好像爬到一个小山丘 但是可以往下跳望 这个是文宁生态古道的路径 我们最后从这边下来这样子 那他攀爬过程中 就是你会高地气质这样子 所以这就是一个缩小版的文宁生态 对对对 木造竹林异象让公园与在地结合 像是文宁古道的缩小版 拿着图面解说的李吴博成 不仅是土生土壤的新竹献名 景观设计硕士毕业后返乡工作 也是特色公园改造的总设计师 一 二 三 江丙人 身为双宝宝的他 从自己家人和孩子考量出发 集结民众参与讨论共同设计 一开始在庙会前发问卷 办工作坊讨论就耗时至少六到七个月 因为基本设计跟西部设计公民 其实都有参与 就是他们变成就是我们的审查委员 参与我们的设计这样子 他可以提出他的想法 或是需要修正的 我们就是配合他们去做这个修正 所有的意见收集完之后 用分配的方式分配到这二十二座公园里面来 然后让它变成是一个旅游地图 的一个概念这样子 就是民众可以透过去这些公园 然后体验不同的设施 达到一个旅游的目的 像这样让公民参与的特色公园 自己的公园 自己设计创作发想 新竹县三年要完成改造二十二座 起心动念的背后推手 其实是它 因为一群在地年轻妈妈们的新生 让童年在新竹偏乡找到了杨文科 想方设法让公园改造重生 我童年的时候是在我们新竹县 峨眉乡的一个复兴村 是一个很偏僻的小乡村 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公园 只有学校里面的当秋天最多 还有爬这个竹竿 我们小时候只讲 是很贫乏的时代 但到了这个时候 我们发现 也就是说我们的幼年人口 占我们的总人口的百分比是百分之十六 老年人口是占百分之十三 这跟整个台湾的人口结合是倒过来的 是有一群非常热心的年轻妈妈 她们就来这边澄清 希望来建这个特色公园 也就是共农式的公园 她觉得应该做这些事情 所以她们讲了之后 我们觉得很有道理 所以我们就马上来开始展开规划 那穹林最近也会落成了一个 叫做方口丝 这个方口丝 她利用这个方口丝 一个狮子 它这个从丝头这边 就当作这个溜滑梯的路口 那这个是方口丝的 主要的这个出来的地方 那是一个滑梯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从 就是嘴巴里面 就是可以滑出来 客家人口比例高达 七成以上的新竹县 透过民众参与集结特色 像是把象征客庄文化的方口丝 自制成全台第一座 大型互作邮剧 小朋友可以在小时候 透过一些游戏 他就认识到这样的 让他自然而然的一个存在 而不是等到他长大之后 才去跟他讲这件事情 而是他在 就是小时候在游戏的时候 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是蕴藏在心底的 那他就会非常自然而然的接受 那这个文化 他就会一直永续地 一直传承下去 甚至透过不同年龄层的居民 年长者 身障者 或是治疗师 共同参与 也把健身房的概念 操场跑道 通通搬进公园里 像这个是湖林 蛮多一区健身房 会做这种自主训练的 这种包括手臂的力量 然后他可以训练很多种部位 随着公园改造月上国际 城市发展有了更多面貌 根据统计新竹县人口 2021年近迁入高居全台第一名 像是县内人口最多的竹北市 换穿市区的豆子浦西 也是童年在西畔边长大的杨文科 最在意的 我们小时候 在我们这个鹅梅的偏乡 闻完的地方就在河里面 所以小时候的记忆对这个河流是觉得非常漂亮 水都是很清澈的 所以在这边竹北的话 我们觉得实在是不舍这一个这么漂亮的豆子浦西 让它发挥掉或者让它产生这些恶臭 这条溪水就很脏 那我们现在要彻底把它解决的话 就我们要把它改造 它就是第一步你要有水流 因为你水在流了 是在冻的 然后鱼要下就会起来 就会活起来 那因为豆子浦西其实它水域环境里面的生物很多 那就是这些植被都是它们生活跟富裕的部分 对那我们会做一些比较生态性的一些植物的 生态友善的富裕 对那我们也会设置一些环境友善的节点 就是民众可以去比较亲近水啦 那小朋友的话也可以看到比较多水域的生态这样 透过在地人的共同努力 从溪流的改变到文化特色与公园的结合 为乡镇翻转带来更多可能 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您收看 也希望透过台湾亮起来 能够让您感受到一股向上的力量 三地球台湾 我是郭亚慧 我们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